2024年巴黎奥运会要来了 如果你打算前往现场观看 顺便享受一下浪漫之都 就要看我这一期的巴黎机场的攻略 如你要了解更多巴黎景点 可看回我的巴黎必去十大景点的视频 如何从戴高乐机场到巴黎市区全攻略 戴高乐机场是巴黎最大的机场 无论你是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新加坡直飞法国 基本上会到达戴高乐机场 飙到巴黎市区 总共有四种方式 乘坐R12B线 R12是贯穿整个巴黎的快铁 R12B线在机场设有两个站点 30分钟左右到巴黎市区 票价是11.8欧元 可在自助机器和人工窗口购买 可到达市中心很多交通转换站比如 直达巴黎北站的快车 沙特莱大厅 圣米歇尔圣母院 如果你要去巴黎里昂火车站 必须在巴黎北站 再转R12B线 另外还有有快车和慢车可以选择 后者多停六站 巴黎机场巴士 机场出来 直达巴黎歌剧院 行程60分钟左右 搬次时间 早上5点到半夜12点半 价格需要大约17欧 如果不想搬行李走楼梯 自己住宿的地方 在巴黎歌剧院附近 推荐你搭乘机场直达巴士 公交车巴黎巴士 分别有350线路和351线路 耗时一个半小时 价格只要2.1欧元 350线直达室内的Port de La Chapelle 350线已没去巴黎东站了 这些公交车会经过一些 安全系数较低的地区 因此不推荐此交通 计程车 快捷和舒适的服务 右岸为56欧左右 右岸拥有诸如旺多姆广场 卢浮宫这样的地方 左岸为65欧左右 左岸代表着文化和艺术 所谓的拉丁区即是位于左岸 好了 希望这份攻略可以帮到你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发问 如果你觉得视频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